根据民众举报 30号早上接近8点 有一位骑乘机车准备上班的民众 在市区胜利街与马亨亨交叉路口停等红灯 当号制转绿灯的时候启动前进 竟然有一部蓝色小客车不顾红灯 竟硬是从马亨亨大道闯了出来 还好呢机车骑士骑得并不快 不然差点就撞上了 部分民众都有贪快随意闯红灯的习惯 交通队同时也宣导 如果行车民众有遇到类似的情形 车上若是有行车记录器 鼓励全民来检举 希望借此可以产生嚇阻作用 降低驾驶人闯红灯 造成意外事故的发生率 这起发生在30号早上 大约接近8点 有位民众骑乘机车 入京胜利街与马亨亨大道口停等红灯 当交通号制转绿灯 骑士启动准备左转时 只见一辆自小客车不顾红灯 从左前方硬是冲了出来 吓得机车骑士猛按喇叭警示 为了改善台东民众 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 从农历年后陷阱局大执法 针对机车两段式左转 超速与闯红灯等等 强力稽查违规驾驶人 因为我们经过我们的统计 在台东市的凤原墙 还有在北南山大路口 这个民众违规左转的情形 比较严重 那我们已经在那个地方 已经测试这个告示台 然后提起民众 要依这个两段式左转 并告知民众 前面有我们警方在局地违规 由于马亨亨大道是连接台11线 与台9线的交通要道 六线道再加上两条自行车专用道 路又宽又长 许多驾驶人行进这里 超速闯红灯的情况屡见不鲜 闯红灯这个行为真的是蛮危险的啦 而且容易造成民众的一个严重的伤害 那我们建议民众如果发现这个 有闯红灯行为的时候 可以用你的行车记录器 然后将这个影片截取之后 然后传送到我们警察局的 监究知性网的一个民意广场 里面有一个检举将违规 你拨到上面来 那我们就会依这个影像 来依法跟他举画 由于受限经费短缺 无法大规模设置超速闯红灯 感应线圈及照相机 但是因为闯红灯造成的交通事故 比例最高 交通队也鼓励民众 要是遇到类似情形 提供影片检举违规驾驶人 那鼓励民众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啦 因为我们台中线的 单靠警察来维持这交通秩序 真的是力量不够啦 如果我们全民都 共同来维持这交通秩序 那我们道路会更加安全 虽然进行举发与罚款 只是规范民众遵守交通规则的手段 不过以后民众要是再遇到 这样的驾驶人 别按喇叭 避免产生争执 将行车记录器画面提供给警方 违规人吃上了罚单 或许再次在遇到红灯时 就会乖乖的停下来 这也能够降低闯红灯造势的比例 全民一起来稽查 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 东台新闻张家为台东市报道